HELLO 大家好 我是史丹莉 上半季奪冠的童醫師隊 下半季原本也一直保持競爭力 在8月11號擊敗樂天桃園之後 獨居領先的地位 沒想到才過一週的時間 童醫師的戰績排名就從第一摔到第四 跟富邦抬槓一起當後段班 連全能度第一的位置也快不保 跟兄弟只差兩場勝差了 究竟童醫師上週遇到什麼問題 為何會一色難球跌落王座呢? 就讓本集影片帶你來分析看看吧 首先從打擊的狀況看起 其實在上週四場比賽之前 所以打現在下半季排六隊第一 有110的OPS加 平均每場可以拿到4.95分 對上有大概10位 OPS加超過100的打者 甚至有兩個打結率超過4成的四哥男 分別是胡敬龍跟陳年獻 但上週這四場是隊一共只拿了9分 打線可以說是全面熄火 單週OPS加69.7 是六隊最差的成績 從原本怎麼打怎麼有 變成怎麼打怎麼出局 落差非常明顯 從實戰上的擊球也能觀察出 上週統一出現了很多內野無效飛球 POP%高達12.7% 在等連圈遊人時 更常出現這種狀況 特別要挑一個數據出來講 就是團隊的保送率 原本實隊大概都是8-9%的水準 上週就突然驟降至4.2% 遠低於聯盟平均值得7.3% 打者出棒變得比較急躁 沒有耐心 平均沒打擊只會耗到對方投手 3.47顆球 這數字也是六隊最少的 原本攻擊上的兩大核心 胡敬龍跟陳年獻 上週一起熄火 四野至少還有零星的一雷安打 不至於完全當機 老狐是直接9-0 OP加陳仙負的66.7% 連週日的帶打等連圈機會 他都沒能建功 幫助四隊反超比分 另外像潘傑凱 陳崇宇 陳永基 直接上半季表現讓你的選手 下半季其實都有人下來的趨勢 上週也持續低迷 而本來以為要鼓勵反彈的陳崇廷 也只醒了一週的時間 就睡回去了 上週打擊率最高的人 叫做蘇智傑 有13-6的演出 搭配尼安可 邱智誠 其實也製造出了不少上野機會 你看四隊輸掉了這四場 加起來敲了36隻安打 真的不算少 像是熱天桃園 上週五場才35隻安打 場均7隻算起來還比統一少 但差別在於他們有38紅不讓 而且在等連圈友人時拚命打 合計33-13 OPS加高達163.9 比雷尚無人時的60.5 還要高出許多 但統一師正好反過來 雷尚無人OPS加97.8 雷尚無人只剩37.2 等連圈友人時更慘 只有5.2而已 前面提到的胡敬龍 等連圈5-0 連安可陳年縣 跟邱尉成加起來則是7-0 這些原本在等連圈看到 會很有其他感的打者 上週都無功而返了 還有一個要講的是 試隊的長打問題 上週存償打率 寫下0.061的成績 同樣是6隊墊底 四場比賽一發全力打 都瞧不出來 截至目前為止 終止一共有17位打者 累計至少5發紅不讓 兄弟6位佔最多 再來是樂天4位 然後衛拳、富邦、台鋼 都各兩位 最慘的就是統一了 整條打線 只有連安可一個人 可以被稱作是砲手 團隊48紅不讓中 有17轟是連安可貢獻的 只要他稍微卡彈 就很不妙 排在後面的是潘傑凱 陳雄基各四轟 但基哥上一轟 已經是6月15號的事 有兩個月沒有開轟了 要改變這個窘境 必須得期待一個人 把長打找回來 就是蘇智傑 現在他的擊球感覺很好 OPS價位置在120以上 其實跟往年差距不大 但問題在於他的砲管不見了 遙想過去曾經有兩個賽季 蘇智傑是可以單記25轟以上的重砲手 這幾年經歷傷勢 還有換球的改變 他的型態逐漸轉成槍 竟然存償打率0.07 寫下了剩下新低 只有PR34的等級 這真的是私迷不樂見的 從競爭的角度來說 蘇智傑也很需要長打 因為這是他最大的優勢 否則未來如果真的被轉去一壘 沒有砲管的蘇智傑 可能會更容易被取代掉 打擊的部分講到這邊 接下來看投手群的表現 四隊上週的投球成績 跟打擊一樣都是6隊最差 ERA Plus 71.2 被OP加121.8接電底 四場比賽丟掉了21分 輪值的表現 其實明顯比牛棚好一點 四場先發的分別是 胡志偉、聖騎士、布雷克 還有鬼魂瑞羊 他們都至少完成了5局的任務 稍微需要擔心的 應該是7月MVP聖騎士 進入8月後三場先發 他已經丟掉12分 反應率從1.42 暴漲到現在超過2字頭 可能也是接近寂寞 皮要慢慢堆積起來 沒有意外的話 四隊下週應該會讓聖騎士投完夏樂軍 把羅王重新調回來 輪流休息一下 畢竟是對前不久才剛把凱莉士解約 現在四兩將應該就會是 最終831的定案 即便聖騎士近況不穩 也不會貿然換人的 那撇開聖騎士的話 胡志偉、布雷克跟古靈 上週單場10分都控制在3分內 局數也吃了不少 其實已經充分做好先發投手的工作了 結果四隊一勝都拿不到 問題就出在牛棚身上 上週統一牛棚動用了8位投手登板 合計吃了10.2局 就丟掉10分之多 反應率8.44當然也是六隊最差 而且這是建立在羊頭裴瑞茲 已經回到一軍的情況下喔 還記得前一週裴瑞茲回到隊上 貢獻了兩局50分 有他在後面四隊牛棚整個安心感都拉起來 8.22號賽前在花蓮受訪時 裴瑞茲自己也說 很高興能夠成為四隊的關門選項 接下來期待能夠在紀錄賽貢獻 每場都出賽也沒有關係 結果上週裴瑞茲的出賽掛靈 一局都沒有投 如果你說是分差太大 用不到他也就算了 問題是四隊這四場 其實跟對手的比分都咬得蠻緊 跟討厭那三場都是三分差內分勝負 而跟衛權那場 其實也是第九局挨滿罐砲才拉開 前六局雙方是2比2平手 因為第七局讓帕羽倫續投 拚一個搶150勝的機會 結果被界連喬安打退場 比賽才倒向了衛權龍那邊 最值得討論的是週裴那場 第七局3比1領先 劉瑄打出來連兩個40球 遇到危機時優先換上的 是還剛從二軍回到一軍的黃俊彥 最後再來林立魚德龍界連安打 外加小美自己的抱頭 讓桃園反超比分 所以放在牛棚裡面 被定位為守護省的裴瑞茲 上週完全沒有用到 等於是浪費一個ERA Plus 262.1 全隊最佳的後援戰力 這個調隊也在輸球後引發了球迷的質疑 我這邊只能想到兩種解釋方法 第一種是秉總單純的調度死犯 說裴瑞茲是守護省 就真的只讓他在關門時上 怕第七局提前壓下去太早 就算先度過了危機 後面也可能守不住 而且那場賽事都等不到九局領先的機會 也不希望在落後時上裴瑞茲 隨著一直扣著 扣到最後變成隱形的大老二 連打出局的機會都沒有 就game over了 第二種是裴瑞茲雖然傷愈歸隊了 但上週又有不舒服的狀況 只是秉總沒有對外講 並且他之前傷到的是肩膀 過了大概兩個月才回來 是否百分之百康復了 這真的很難說 或許他自己也會因為時間壓力 想趕快回到一軍表現 否則可能撐不過831大線 我個人的猜測是傾向第二種 因為裴瑞茲有不舒服的狀況 所以秉總希望盡可能保護他 優先上其他分毒投手 不到非必要時先不推裴裴瑞茲出來 畢竟上半季 秉總和裴瑞茲是常常跨局的 有時候為了奪勝 還甚至會燒個三局 基本上遇到危機 第一個就要先推裴瑞茲出來了 那還堅持什麼一定要第九局 如果裴瑞茲現在是百分之一百健康 並怎麼會讓他單週一場都不上嗎 這怎麼想都說不太過去吧 總而言之 勢隊牛棚的現況就是 沒有裴瑞茲不行 土頭除了邱浩君跟陳玉文 稍微穩一點點以外 其餘都不及格 該如何在季後賽前 把牛棚的火給澆熄 社交運團必須去思考的難題 最後來講失誤的部分 上週勢隊的團隊防守 其實只發生了一次失誤 就是取代陳昇平先吧 好不容易拿到機會的遊擊手 徐澤燕 週六對桃園第一局 處理遊擊滾地球時 已經順利接近手套 結果要拋球的時候 自己的膝蓋撞到了要傳球的那隻手 讓桃園得以延續攻勢 接下來後面的凌晨杯 也把握住機會喬安 打回了樂天的第一分 所以布雷克這一分 要記在遊擊手帳上 從結果來看 這分也有著很大的影響 如果沒有掉分 布雷克退場時 就不會帶著敗頭資格下去了 那雖然防守的1只有一次 但統一在跑壘跟短打上 還有其他失誤的產生 剛好也都發生在週六對樂天那一場 沒有左頭手摸神樂 三局上蘇智傑在的臉拳喬安 當時一出局 跑者是速度不快的林大安 由於打出去是平飛球 他有先脫回去再啟動 結果三連指導教練勇敢的開綠燈 導致最兵分死在本壘前 直接讓失隊少掉一分 而同一場比賽的第九局 一二雷有人時 許澤燕要執行短打戰術 只有點太弱 被捕手直接傳三連封殺 這個推進失敗對失隊影響極大 後面邱智成的強勁平飛球 就被馬傑森來了個再見雙殺 當然以上所說的這些失誤 都還能算在容忍範圍之中 畢竟上週四行比賽打完 實際上紀錄組統計到的也就一次失誤而已 造成失隊單週全敗的主因 還是要回到前面提過的 等了圈攻勢卡彈 還有牛棚度過了全本土的一週 沒有把後援羊將的優勢運用上去 雖然失隊現在仍舊是全能度低的隊伍 下半季勝率也還保有五成 但別忘了他們去年是上半季奪冠 下半季一謝千里 最後洛德要打挑戰賽 然後被樂天橫掃的局面 竟然就算無法拿個金冠軍 民眾應該也會盡全力 保住全能度低的地位 否則被淘汰的歷史 難保不會再重演一次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覺得同一是上週為何會全敗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萊莉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囉 掰